为了鼓励青年朋友挖掘和记录台湾的自然以及人文之美 新唐亚海电视再度和世新大学的传播管理学系进行了产学合作 推出了WOW福尔摩沙的新闻专题争选活动 在星期六 世新传管系的学生首先举行了企划竞赛 而他们花招百出的宣传手法 让人见识到了青年级生的无限创意 如果说参加比赛需要勇气 设计比赛就需要创意 世新大学传管系学生化身企划设计专员 任务就是要推出好的比赛方案 鼓励更多大专院校学生参加新唐人亚太电视 和世新大学合办的新闻专题征选活动 有学生强调电视台的人文关怀及名称意象 推出宣传棒棒堂吸引参赛者 棒棒堂完之后呢 然后就是要给他一个鼓励 然后说一句你好棒 然后是跟那个棒棒堂做的联系 然后同时呢 有学生希望用行动与口号增加活动曝光率 小草莓展现所学 不仅台上秀创意 企划中还必须考量预算 人力投资及执行时间 经评审们多方面思考 终于选出得奖企划 有评审之一的公共电视新闻部经理 与新唐人亚太太代表分别颁奖 世新传管系老师表示 台湾重播界学子能与新唐人亚太太一起合作 非常令人高兴 这么小的岛屿这么小的体积里面 他拥有全世界密度最高的媒体 觉得台湾的学生是幸福的 因为他可以接触到这么多不同面向 不同产业而且是开放自由的一个媒体的环境 所有参加企划笔告的学生将共同执行第一名的企划 分工合作 号召全台大专院校学子 透过镜头挖掘台湾的自然人文之美 新唐人亚太电视 张法力 蔡易达 台北报道